林淑芬 林委員 在 大家都用哪一個 我用這個好了 謝謝主席 大家午安喔 是不是還是請我們徐部長 部長 嗨 委員好 保長 他剛才說 這個各地方政府提上來的 區域計畫裡面的農業發展地區 還有八十萬的土地 他們這裡統計出來是這樣 但是這個怎麼會 我請書長 因為統計表在這裡請書長來幫你做一個 比較環境的報告 書長我先幫你報告好了 保長我也幫你報告 你看我們這裡放大一點點好不好 好 這個是2017年8月18號 這個是農委會自己盤點的全國農地大調查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講說可供糧食生產的土地面積 合計68萬公頃多 六十八萬而已 連全國國土計畫施行以前喔 不是施行以前啦 就是還沒有進入地方規劃以前喔 這個都是區域計畫法的時代 六十八萬 六十八萬 其實你們現在十八要提出地方國土計畫的都送來 沒錯 但是書長 現在送起來農地的面積是多少 八十一萬沒有錯 八十一萬 要怎麼八十一萬 農一農二農三農五加起來 農一農二地方政府加起來是五十三萬公頃 還有農三農五 農三是林地雜地雜林地 農屋十萬公頃 五十三萬公頃是五十五萬 林地雜地七萬五十五萬 再加七萬 這樣也只有六十五 六十五加七 六十二 要去到八十 還有我們在其他分區裡面 現有的農牧用具 哎呀 不要說來行人不要說這個 沒有沒有 其實他現在還是不可以動 我現在要跟你說的意思是說 你知道今年 你知道疫情之下的糧食危機 是 美國CNN在3月25號報導 其實他們的糧價已經是上漲 那原物料方面 馬來西亞最大宗的中旅油產地沙巴 已經關閉三個中旅園 那當然是疫情影響 那越南限制大米出口 俄羅斯停止糧食出口 哈薩克則暫停了小麥粉 蕎麥糖 葵花油和部分這個葉菜類的出口 大家都在講說這個糧食危機 所以在所謂的G20會議裡面 保定全球糧食的安全提高警覺 也是討論的一個議題之一喔 那現在大家評估糧食的這個出口 禁止出口的問題 會影響到這個全世界每個國家 所以在滿足農產品糧食能夠自給自足的狀況 我們的農地是在流失的 那農委會跟蕊靜波 內政部在第一版 就是我們2016年要實施這個 國土計畫的時候 然後提出了所謂的全國國土計畫 定出農地需求的量 第一半的時候有定出農地需求的量 就是今天大明文委員在說 你確定每一冠市要多少農地 要多少城鄉發展地區 要多少海洋保育雜源支援區 然後城鄉發展區 你有個喊嘛 喊農業發展區的面積 如果要拿掉了嘛 拿掉了嘛 但是你們第一版要求各地方政府 要訂出來的農地需求總量是幾公頃 全部是我們後來給的等下74到81 74到81 是不是要加一個限制 就是在國外輸入受阻時 糧食生產自給自足的前提下 定出了74到81 是不是 是 你的74到81的假設是說 如果外國外國人啊 靠我們自己生產的時候 要怎麼保持多少個農地 才有到自給自足嘛 你去算一下對不對 是嗎 應該應該再加個說在 舊有 就現有這些生產條件之下 然後維持每一個國民 基本生存所必須擁有的熱量 然後計算出來 應該再加這兩個會更完整 你的74到81 當時有加農一農二以外 農五以外還有加到那麼多類嗎 有沒有錯 當時就是這樣加的 當時是這樣子加的嗎 是當時是這樣 所以當時跟農委會 但是那個已經被拿掉了 所以是74到81 所以現在那個也拿掉了 現在政府自己拿出來 農醫家農耀的一公頃 53萬 53 農山是什麼 農山是 你現在把農山放進去 農山是具有糧食生產功能沒有錯 但是主要是山坡地 山坡地 山坡地 可以種水稻嗎 可以種食糧食作物嗎 不要講經濟作物 可以種糧食作物嗎 山坡地目前也有 沒有錯 對啦種什麼啦 你舉個例子給我聽 山坡地種著什麼 糧食作物 雜糧作物就很多 雜糧作物有哪些 像甘薯 玉米 這些都是 現在台灣的甘薯最大的產地 面積是在山坡地上種的嗎 不是 但是山坡地本來就是多樣性的一個 食物面啦 農山是很難放進來 所謂的農業使用生產糧食 他可以種生產經濟作物居多 我知道 但是他也可以 如果說有需要 還是可以作為生產 基本的糧食 你來看我的意思是說 從以前 以前農委會去盤點 真的農業生產地帶 有68萬公頃而已 沒那麼80萬 所以我現在要說 今天在討論國土計畫法 有幾個迷思 保長 有幾個迷思 第一咧 沒須實施國土計畫法之後 農地的萬劫不復了嗎 真的嗎 保長怎麼真的這樣 沒有啦 因為我們有 我說的嘛 我們會有對地補助 我們會有這些相關的 我問一下 現在沒有農地劃分 沒有為農地 有啦 現在為農地為200萬公頃吧 277萬公頃吧 現在的法定農業用地劃了277萬公頃啊 包含零路範圍啊 對 我們現在在說的意思是說 其實現在是按線況去編定 然後把國土負義區再剔除 沒錯 所以你們現在都按線況編定 所以是從區域計畫法銜接過來 不是憑空長出來 不要把國土計畫法抹黑 抹成說 國土計畫法一時失 人民的財產就被限制 為出去之後的萬劫不復 不是嘛 我跟 跟委員說明 他本來就為農地了才不是 跟委員說明齁 就是因為現在的國土計畫法 用個圖說 是一個五千分之一 甚至更小的 但是到功能分區 你落到的是地極 地極是一千分之一 甚至六百分之一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 到後面給地方政府 有一點彈性 不要一條線畫下去 我五千分之一畫的線 就落到地方的時候 不是那樣子 那這樣會造成民眾的 民眾的誤解 我現在是要告訴你說 這個國家的土地空間 它本來就有分區使用的管制 它的農地線況就有編定 國土計畫法只是給它 將銜接過去重新劃分 對 委員說的這就是政客 所以不像說什麼萬劫不富 因為你本來就是這樣 我再說一個重點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這樣 對啊 我現在要說的重點是 甚至是農地的民眾只有減少 根本就沒有位那麼多 甚至是減少 沒有整體而言 他們還畫出了未來可能發展區 把農地還畫成未來可能發展區 剔除了這個農地發這個農業發展的使用 所以屬實 真的屬實是藉由國土計畫 大家的地方外出的分區 都給農地農用的這個管制給它拿掉了 給它畫到所謂的未來發展區去了 所以屬實是農地的民眾是減少了 真正的問題是減少了 不要講得好像說 化為農地萬劫不富 本來就農地了 很多不是 本來是農地的 很多化為城鄉發展區了 更多是這樣 這才是真正的事實 所以不要抹黑國土計畫法 講說很少看到法律這麼剛性的 全國國土計畫出來 整個人兩年就要拿出地方的國土計畫 還有兩年就要劃出土地分區使用 欸 部長 書長 我給你提醒一下 因為你沒得了 我跟你說 二零 第八屆的立法院行政院 送上來的版本 三年三年啦 我們立法的過程是只有他減一年而已 所以當初 無論國民黨執政的時代的官僚 一邊過的就是中央出來以後 三年要訂地方 三年喔 地方國土計畫法以後 要劃出分區使用 立法院可沒有加速多少 那現在要修正我們也同意 但是不要講說 大家都在這裡恐嚇 阿美開西真的欸 沒有國土地方國土計畫 沒有國土分區 就沒有實施國土計畫法 連國土計畫法都還沒有實施 就在恐嚇我們說 阿你今天收這十四十五條 以後也是突然困難 以後也是會有人反彈 以後人也是會再來修改啦 就還在繼續在恐嚇我們 跟他說欸 國土計畫法怎麼訂得這麼剛性 阿如果不這樣子訂的話 那跟我們維持原來的區域計畫的時代 不是一樣嗎 一樣的啊 那你都拿最後的 你說台中市政府都做假 都開一個會議也是開假 阿馬上拿一個很後的版本的來 阿你要怎麼審 你怎麼不說人最好的 你說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土地服務員大不大 包山又包海不複雜 人家就可以拿得出來 人家也可以辦公廳會 人家也可以這樣子 紮紮實連分區都可以順利的畫得出來 其實呢 有要做的政府喔 的地方政府喔 的地方政府喔 我們也是要把他額勒 要拿出來額勒 做得不好的地方政府 要拿出來讓人公平 齁 為了這幾個做得不好的 甚至說你來看啦 他的那個地方 國土計畫法裡面 裡面齁 你離你們全國農地 資源控管的面積 到各個地方政府 你看這個 最離譜的台中市 最換的啦 南島 南島你叫他希望 他的農地民宅要頂出 這個五萬 這個多少 南島要頂五萬四千八 他把你頂出的 是多少 五萬四千八 他把你頂高請告 最離譜的是南島啦 南島再來就是台中市啦 再來就是廟列官啦 屬實說 這些農業縣市像雲林嘉義 等等 人在管治得很困難當中 人們也是盡力要維持 原定案線況編定 但是很離譜的 苗栗縣台中市 南頭縣 人其他你的農地資源控管的面積 把你拿出來 第一類第二類加起來 那個短差差的太多了 這個林委員這樣子好嗎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葉委員 如果您還要繼續發言 我們待會好嗎 好 好 好 我最後講幾句話就好了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 沒有硬性規定各縣市的農地面積 那缺少的農地面積哪裡補 你說也不要這麼剛性也可以 人家彈性一下也可以 但是總不能太離譜吧 離譜到那麼離譜 那我請問你就是說 在這種狀況裡面 我們糧食自給率幾乎你敢知道 部長 台灣的糧食自給率幾乎 應該是差不多40% 沒有啦 40% 這個 沙霞啦 現在都說我們的比 那個 林委員這樣好嗎 那個 因為我們的米喔 大家疫情期間不要恐慌 我們的米吃不完 那前提是 那前提是因為 台灣進口的吃很多啦 當然進口要沒有的時候 就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葉委員可能還有事 好啦謝謝 謝謝齁 不然再來第二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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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葉宜蘭委員喔 我還是向林委員致敬一下喔 他真的是很 很了不起喔 很堅持 來主席我要 請等一下喔 林德福林委員 林德福林德福不在 中嘉賓中委員 中嘉賓中嘉賓不在 謝謝